我们的心球上生活着各种各样的动物 每个地方都闪耀着生命的光辉 拍动物真的是一个艰难但有趣的事情 理论上要拍到这些稀有生物的话 我们应该要去到世界各地 去努力花好几年去拍到它 但其实还有个地方可以办到 那就是动物园 白天的动物园大家应该都见过 但是晚上的动物园 他们在干什么 这是我们很好奇的地方 于是我们咨询了我们的动物专家 好朋友东青老师 他向我们推荐了一个动物园 在德谷法兰克福动物园 在这里有着欧洲最大的夜行馆 于是我们一点点团队来到了德国 希望这次和你一起来探索 这夜间的奇妙动物园 腿好短 我们现在在馆景园 根本什么都看不清楚 但是我们用了一个红外的补光灯 就非常微弱的夜光 这样的话我们人眼其实看不见了 对动物的话也不会有什么影响 因为他们也看不见 但是这个灯光的话能被我们的摄像机 在特殊的科目桌捕捉到 当我们在黑暗中用上红外的补光灯之后 即便我们的肉眼还是什么都看不见 但是借着这台特殊的相机 我们也成功地看清了 这个神秘的黑暗世界 夜行管理的动物 很多都让我们觉得匪夷所思 比如这个叫做土豚 它长得像猪 而竖起的耳朵很像兔子 它吃东西主要靠长长的舌头去舔 而这个叫做真燕 长得和刺猬还是挺像的 却有着非常特别的生殖方式 它们是哺乳动物 但是却通过生蛋的方式来产生后代 地球上另外一种类似的动物 就是鸭嘴兽 我们也很熟悉 随着我们的拍摄越来越多 我们也对这些神奇动物产生了非常多的疑问 比如它们有没有一些共同的特征 在夜晚会发生 因为夜晚的光线很差 所以动物们感官会开发得更加的特殊 比如说很多动物的眼也会变得更大 这样的话就可以让瞳孔也变得更大 就像是大光圈也跟它金光亮 对 然后再一个可能就是耳朵 它们的耳朵耳阔也会变得更大 来接受四面八方的声音讯号 那它们为什么会选择在晚上出来活动 更多的是白天的压力太大 因为它们在白天吃不到 或者竞争不够自己的同类 然后到晚上出来活动 晚上混口吃 吃夜宵 说到吃东西 有些动物将自己的身体开发得会更加完全 这个是纸猴 它们是一种林长类的动物 主要生活在马达加斯加的雨林里面 它们有着最显著的特征 就是有着长长的手指 这也是它们名字的由来 这些长手指可以用来抠树洞里的虫子吃 那饲养员特意把食物塞到了 这个打得冻的树干里面 供它们来享用 除了虫子 它们在野外还会偷鸟蛋吃 我们也拍到了它吃鸡蛋的过程 这个长手指就和勺子一样 和舌头配合起来 看起来还挺好用的 而随着持续几天的拍摄 它们好像也熟悉了我们 从一开始在树枝上荡来荡去 老是躲着我们 到后来会主动靠近镜头 来观察我们这群玻璃外的大猴子 也像我们炫耀起了 这个长手指的各种用途 有一些还是挺抽象的 我们看到它那个长的手指就扣自己的屁股 扣鼻子 从这个鼻子这样插进去 一开始我第一次看到这种行为的时候 我想这不都到脑子里了 但其实它们是往下拐的 它们是往喉咙里那个位置渗 然后它们会整个就做成一个 一系列的疏通 这可能是一种排解压力的行为 因为正常的手指粗度有限 你深入的地方有限 但它们可以直接 有时间生到 在我们的印象里面 猴子生活在树上很合理对吧 但在这里有另外一种豪猪 也生活在树上 这是巴西树豪猪 它们有着一条弯曲的尾巴 可以勾在树上辅助爬树 我们还在鼓闹它们爬树很快 不好拍摄的时候 抬头却看到了非常温馨的意义 豪猪妈妈带着孩子 走进了我们的镜头里 东青老师和我们说 这是非常难得的一个现象 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 我觉得算是打破了 这个温馨的气氛 有点意外 后面另外一只 直接又起到它身上去了 它们当的孩子这样 是不是有点 不太好 孩子可能眼神也不会太好 二胎嘛 其实我们看来 动物交费过程中的话 可能很需要磁性去配合 才能完成这样的一个过程 是 尤其我们拍的这几个物种 比如说辐射鹿龟 还有秋鱼 它们都需要磁性 一种比较情愿的状态 才可以成功 不然的话它们是完全有能力拒绝对方 单纯舔狗是不行的 太惨了 在黑暗中生活 除了被动适应之外 有一些生物更会开发出一些主动的技能 比如说蝙蝠 这边有个场馆 特意造了一个溶洞的环境 透过橱窗看进去 洞壁上有悬挂着中乳石 里面还有一条人工的河流 真的很像野外的洞穴 而这里面生活了一种特殊的蝙蝠 塞巴短尾幅 而它们的长相和普通蝙蝠也非常不一样 它有一个很扁很突出的一个鼻翼 它像薄薄的一层膜 那层膜就可以用来接受它自己的超声波 声波 对 它们的鼻子有点像耳朵的作用 依靠灵敏的主动雷达 蝙蝠可以在完全黑暗的环境下飞行 而且在飞行的过程中 不会碰到墙壁和其他的蝙蝠 飞泪了之后 这些蝙蝠会用一只脚把自己挂在石头上 那东青老师和我们说 它们这样倒挂除了可以挠痒 还可以做一切的事情 包括吃喝拉撒睡 甚至是交配也可以倒立着来 交配我们这次没有拍到 但是我们拍到了非常充足的 它们排泄的过程 尿尿了 对 这种倒挂的它们会尿在自己身上吗 对吧 会啊 这个还是挺频繁的 接上了以后就接着再清理嘛 就是尿身上要自己舔舔就好 对 对 好像听说它们的屎的话 还是非常有作用的 就是在生态系统里面 是 它们是相当于作为一个中转 就是蝙蝠生活洞穴 还有其他的一些动物 那这些动物 它们很难去外面获取能量 蝙蝠就是一个很好的携带者 会把食物吃完 变成食物 然后掉下来就可以成为 就是它们是大自然的搬运工 搬运工对 而在另一个缸里面 我们也拍到了生活在洞穴水下的 芒鱼 这些被蝙蝠一把食一把尿 味大的生物 视觉也基本上退化了 每天就在水里面游着 全靠上天的供养 看它掉什么就吃什么 这种感觉其实还是挺奇妙的 却在这里我们可能拍到了一个 完整的 不为熟知的洞穴生态系统 在整个夜行馆里面 我觉得最奇怪的动物应该是这个 这个裸燕鼠 别的动物都在拼命地卷 努力强化自己的视觉 或者听觉来适应黑暗 能够生存 但它可能是卷不动了 直接选择躺平 钻到了地下去生活 不需要见人之后 它的外形就会长得非常的奔放 我感觉这个东西就很丑 长得怪怪的 也算也没有毛 有很少的毛 其实不是全裸的 是有一些毛的 它那些毛是用做 叫做触毛 就用来作为触感 就像那个猫的胡须一样 对对对 是类似这种的 这种用途的 好像它们这个牙齿 就真的是 感觉特别特别大 其实正常来讲 如果只是为了吃东西 牙不需要长得这么夸张 但你发现没有 它们的手很小 它们原产地的土壤是偏硬质的 那它们怎么跑到地下的呢 一般动物好像是用脚去挖的 对对 而它们靠的就是牙 而这种长相 其他的动物 有一个非常bug的进度 就是它们不会得癌症 寿命是普通老鼠的近十倍 可以活超过三十年 这里面具体机制比较复杂 因此它们也是一种 非常有科研价值的动物 在未来 科学家也许能在它们身上 找到宫科癌症的密码 有可能 拍摄的越多 我们也越发感受到 一个真正爱动物的园区 生活在这里的动物的状态 会很不一样 它们都很活泼 惬意地吃喝 玩闹 以及繁衍生息 法兰克福动物园 作为国外优秀动物园的代表 值得我们的肯定 和学习 在结束德国的探索之旅之后 我们也很好奇 国内有没有一些 不一样的动物故事 我们的老朋友 未来探秘局 听说了这个消息之后 向我们推荐了 西宁野生动物园 这里展示着一些 青藏高原独有的 本土珍稀物种 西野正在探索一条 新的树质化道路 其实我们西野 它不光是一个野生动物园 它也承载着 繁育野生动物 这样的一个职责 比如这一只 兔孙 好像是国内首支 人工繁育 现在它也是非常的 健康 这个过程应该是 非常难得可贵的 可能需要人 非常精心地呵护才可以 比如在我们的 这个龙舍里面 然后每一个龙舍 都部署了 一个监测传感器 进行一个环境的监测 也是更好的 给小动物提供 一个比较好的生活环境 在我们的这个平板上面 然后我们就有 这样的一个程序 比如我们这里点击 常管温度 它每一个时间的 具体的湿度和温度 都会有在上面 这样可以方便我们的 工程员去照顾 我们的动物 其实我们有更多 科技的助力 也是可以更好的 然后赋能于我们 这个动物繁育的过程 那这边其实就是 他们的一个受医院了 就是很多受伤的野生动物 回来这边进行救护 我觉得这边好像 有句话说得特别好 西宁野生动物园 它并不是束缚动物的牢笼 而是很多动物的一个 中转站 确实 也欢迎大家和我们 未来探计局一起 持续关注西宁野生动物园 在未来呢 我们也会给大家 持续地更新 关于野生动物的故事 西宁野生动物园 原本就是一处 集野生动物保护 救助 繁育 科研为一体的 国家科普教育基地 通过未来探计局 我们了解到 西宁目前已经启用 国内动物园 首个电子病例系统 国内动物园 首个智慧管理系统 这套面向动物的智慧方案 将会极大提升 西宁动物的管理和救助效率 也为国内动物园 现代化建设 提供了一个前进方向 而来到这里的动物们 也可以重获新生 快乐奔跑 我们这段时间 一直泡在动物园里 在不同的场馆之间穿梭 每次都好像 进入了不同的自然世界一样 而生活在这里的动物 有的长得很可爱 有的长得稀奇古怪 有点吓人 有的甚至在野外 已经灭绝了 而现存的个体 就是这个物种最后的希望 通过保育 放归 它们也许可以虚存下去 我们如今生活在钢铁森林里 很难有机会深入大自然 这一带动物园里的动物 就像是他们野外同伴们的大使 我们人类要做的 可能就是尽可能给这些动物大使 营造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 那这些来自地球各处的可爱森林 也会在这方寸之地 展现出更多的行为 精彩自然 就也不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未来探秘局 对我们节目的大力支持 以科技助力 现代动物园的建设 连通自然 未来有无限想象 以上就是我们本期节目的 全部内容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 也请无比点到P3L转发 我们身边这些动物大使们 真的值得更多的关注 感谢西宁野生动物园 对我们拍摄的支持 那也非常感谢东青老师 给我们提供的科普支持 想看更多动物园 深入讲解的内容 可以关注他一波 那也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 分享你的动物园故事 如果你有更多想看的内容 也可以私信告诉我们 我们就会把它给拍出来 那么下次 再来点不一样 然后这期的话 也是由我们 传品组亲戚奉献的一些衣服 最近的话会算下雨 但是我们这些衣服的话 也今晚就够 融融应对 并不是说 让我们多买点衣服 请大家给我买一买 谢谢大家 收收大家 收收大家 收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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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收